为什么狗会和母亲近亲繁殖?难道他们长大后,认不出自己的母亲? 如果你家有很多只狗,那你可能会发现,有些小狗长大后会跟母亲发生交配行为。 为什么狗狗之间会近亲繁殖,与母亲发生交配行为呢?难道狗狗没有羞耻心吗?难道狗狗长大后认不出母亲吗? 本期视频就给大家解惑,视频开始前,还请各位看观点点爱心和关注,您的支持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。 为了探求狗狗之间近亲繁殖的原因,科学家们专门为狗狗们安排了一场实验。 在狗狗之间,存在一种名为家族群居的习性,简单来说就是雌性的幼崽,以及幼崽的兄弟姐妹们会和自己的母亲群居在一起。 科学家们利用了这一习性,在狗狗出生的时候,将它们进行了分离,直到幼崽成年,再将它与母亲放在一起生活一年的时间。 科学家们想知道,在丢失了对亲人的认知之后,狗狗是否会跨越过近亲繁殖的红线。 结果让科学家大为失望,一年多的时间里,狗狗与母亲并没有出现近亲繁殖的现象。 难道这场试验意味着狗狗近亲繁殖就是一个谣言? 那么大自然界当中,狗狗的近亲繁殖又是怎么回事呢? 第一,物种天性。我们人类是高级动物,有道德规范,法律法规等等制度公约约束。 我们有一定的道德感,但是狗狗是没有的道德感,它们也没有近亲繁殖的概念。 在狗狗看来,和母亲发生繁殖行为,跟其他狗狗有繁殖行为,其实是一样的,它们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。 对于狗狗来说,它们更喜欢和母亲待在一起,这让它感到舒服和安全。 所以到了发情的时候,它们也更愿意和母亲发生繁殖行为,而母狗因为宠溺孩子,也不会拒绝它。 第二,交配圈子有限。对于自然界的很多物种来说,生活在开阔的野外,可以有足够的空间去规避近亲繁殖这个问题。 就拿狮子来说,小狮子在成年之后,就需要离开族群去独立生存,开拓自己的领地,以自己的能力获得配偶,并且实现繁衍。 而狗在被人类驯化之后,便与人类近距离地住在一起。 尤其是到了近代城市化生活和聚集住宅之后,狗狗的一生几乎都是生活在有限的空间,偶尔被主人带出去溜溜,也是时间有限。 这两点结合在一起,让狗的交配范围变得十分狭窄。 因此在有机会预见交配权时,生物的交配本能,再加上对亲一代的辨识度降低,因此近亲交配和繁衍变得更加自然而然。 但还是有人好奇,狗狗在何种情况下,会不认识自己的母亲。 狗狗与人类一样,在出生之后需要母亲的悉心呵护,在哺乳期的时候,是幼崽与母亲最贴近的时候,也是狗狗认知的形成时期。 这一时期的狗狗会记住自己母亲身上的气味,与其他味道区别开来,一直到狗狗成年之后,也会记住这种味道。 如果在幼崽对母亲味道的辨识度形成之初,就将幼崽与母亲分开,那么这只狗狗在长大以后,并不会记得自己的母亲。 近亲繁殖有许多危害,甚至会使种群在长期的生存中逐渐被淘汰。 不过世界上绝大多数动物都能够自行避免近亲繁殖,方式也随着不同种类的动物而有所差别。 大量观察资料和实验表明,动物避免近亲交配,识别亲属一种最简单方式是,从小与自己一起长大的伙伴,就是家庭里最亲近的成员,不管有没有血缘关系,都不适合发生婚配关系。 在漫长的自然选择过程中,每一种生物为了不被淘汰,都进化出了适合自己的繁殖策略。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,大家有什么看法呢?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 点击关注长按点赞三秒,会有惊喜发生,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